你把基因 人家把改了基因改到人体里 它能不能回来 等于就是您说的 这东西能不能踩刹车 能不能抹煤 那您说这个万物互联 它有刹车吗 这最后又变成一个全球管制的问题 就是全球可能得坐下来 我们说刹车在哪呢 人类领域不问题吗 万物互联带来另外一个 伴随的最大的问题 是安全和隐私的保护 对了 数据网络安全 所以现在国外流行这么一种做法 就是政府甚至把频率分给了一些企业 你比如说巴西的淡水河谷 他说他又不缺钱 你运营商也顾不上我这 我自己掏钱我建网 但是你没有频率 我刚才讲了号码频率 卫星轨道 通信必须的资源 所以就给你一个频率 美国也给了一些企业给频率 说这个频率我规定你 只能用作你专网 专用网络 但是不能用在公众服务上 那么他做了这个以后 就全是会在投资做这个网络 这也是我特别想传达的一个想法 我一直认为呢 中国电信业的开放应该走到这一步 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5G万物互联 拥抱实体经济 有很多企业他有能力 但是如果你不给他频率 他就得借运营商的频率 那有点倒卖书号的概念 这个从监管上是有问题 知道吧 因为频率是分配给你 无偿分配给你的资源 你拿去给他了 但运营商不是很好吗 他掌握书号权吗 太对了 我一直认为这很好 但是让我吃惊的是 我们的运营商的很多领导呢 都不太主张这种方法 而不光是中国 这两天德国炒成一锅粥 德国政府就准备给企业发 企业说我自己有频率 我建一个专网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我就做一个封闭的网络 一个intranet 一个企业内网 我跟外部不连 我有数据安全的问题 这是5G 5G是可以做的 5G环境下 他要做 你就得给他频率 那么呢 那么现在那些运营商急了 说本来你是我的客户 那么现在你要自己建了 我这找谁收钱 他没有想到 他投资建了 他没有维护运营能力 也许他外包给你呢 Autosource你就变成一个服务商 你还不需要投资 你还可以挣钱吗 好多人没有想明这个 这还是 水水不流外人钱的围墙 那就说小波 你好像对于未来新技术 是个乐观派是吗 那个货金都死之前 都都都忧心忡忡的 但刚才讲的可能是对的 就未来有可能 最终还是一件就规范 对 就是规则 比如货币 是黄金 是硬东货 就当年经济学的 很多货币体系啊 的汇率啊 然后大家各国能够 共同形成游戏规则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 特别担忧是不需要 就是说 我能不能不参与 你这个全球的进化 或者说是这个演化 对吧 但是呢 古代可以当陶渊明 对吧 可以躲到一个桃花园去 我觉得现在没有这个可能 古代其实陶渊明也躲不了 那天我算过账 他那个地方不采盐 还是得 还得有交易 所以 很多便利 他不采盐他就不行 你没办法 我就发现 这个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你看他们现在都说了 那个用四级的啊 当然是民间传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网速变慢啊 什么的 然后他网速变慢 是因为呢 把很多资源呢 现在在建五级 有吗 有这可能 为什么呢 有这种方法 他讲非独立组网 不是跟四级 共用一些基础设施吗 所以你把一些能力 提供给五级了 当然四级的有些能力 就会慢下来 是有可能的 你知道就是 所以这就是意味着什么 我就觉得科技 咱们就说这个 五级时代的到来啊 要不说最后 还是说到这个人性啊 有一个 王家卫电影 都是说所有电影 都是在说了一句话 就是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可以讨论 但我觉得 好像人类的科技发展 它是这样的一个路数 就是说 就像我们的时间一样 时间回得去吗 时间不可逆 科技时代的到来 就是说 人就没有过 就是它有了一种能力 它不用的 你甭说它这能力 是好是坏 它有了 它就得用 但是这个用呢 会制造新的问题 但是制造了新的问题 咱们还是应该正能量 制造了新的问题 你发现没有 人类的路数是 还是靠更新的科技 去解决这个新的问题 同时制造更新的问题 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 这就叫乐观派 你看当年那个 我前两天又去看 那个阿尔文托弗勒 1980年写第三次浪漫 第三次浪漫 他就有段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电脑现在不是个硬件 它是个新文明的形态 所以我们被卷进了一个 巨大的被经济和社会 秩序被破坏的一个时代 他接着讲什么 他说我们并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正兴致勃勃地 参与这个新文明的建设 我们几乎就头差不多 我们也不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都挺高兴地 在那谈这个事 一军想想想想 我在想赫拉利不用手机 他的周围的所有的人 捧着手机帮他 他的信息是别人 得人公位给他的 我就说最后啊 我们在这个 这5G或者是6G时代 在顶端的那个人 很可能是不用 这个人 未来前史人 不用自身手机 新闻一加一 跟白岩松做那5G节目 我们俩就讨论过这事 我说我说 为什么说5G改变社会 就在这 我说其实 电视转播权的拍卖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 以前都是胶卷厂商 在赞助 那么始至于1984年 美国洛杉矶澳组委的 没钱了 尤布罗斯 说他是叫 为什么点时成金呢 他提了个建议 拍卖电视转播权 然后呢 当时那个国际 澳委会的很多人 还反对 说这太商业化了 萨玛兰奇力排众议 支持了这个方案 认为这样可以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让更多人看到 而且呢 给主办方的文化的宣传 和这个 而且他可以让运动员 继续非职业化 非商业化 没有太大影响 所以呢 就力挺了这个方案 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5G的到来 我认为 将会颠覆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 也许我这一场转播 我值了 我拿 我买 因为我用的5G手机 4K的直播 所以有10万人看我 但是我10万块钱 不能都拿走 可能得得到一个许可 就是我要做这转播 我要同意 我把一半的钱 交给那个国际租赁 这就叫去中心化了 以前都是中心化的 中央电视台 在买你这转播钱 现在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 明白了吧 到未来 终有一日 每一个人都在直播 同时也在被直播 就三大电信运营商 都已经出了5G的资费 对 感觉好像比4G不便宜 是吧 但是就是他们说 这个5G好像说 现在这个基站数也不那么够 对 那得陆陆续续建 那得且花时间呢 到今年10万个 10万 到明年100万 最终需要300万以上的基站 才能把中国需要的地方都覆盖 至少300万 义军有什么问题 没有 我有一个缠绕在我脑子里不太明白 还说一个平谱 说他还说平谱还是个不可再生资源 对 说中国这个够吗 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多的平谱去开发的 这个平谱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因为你比如中国老百姓吧 使用这个频率的4G 5G手机 使用5G手机 他还要出国漫游 所以他国际上必须协调 他必须在同一个频率上 那么频率是一种资源 通信有几个基础资源 你看大家抢的就这东西 一个叫频率资源 在国外是没有5G也4G许可证都没说的 国外是频率的拍卖 它是有偿使用 你拿到频率就拿到许可证 中国呢 因为都是国有控股的公司 他所都是掏钱 这频率也是这个国家的资源 又都是卖给又都是没有意义 所以他一直没有采用这种模式 那么第二个资源就是号码资源 你没有号码也做不了通信的 第三个就是卫星轨道 你看现在美国人抢那个卫星轨道 卫星轨道 它是有数量的 所以这是三大资源 那么刚才吴老师专门谈到 那个2018年 5G那时候是中国开始进行试验网的试验 但是理论上5G是它的小名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的小名 它的大名叫 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2000的团体 叫 哇 您这个是美国的日语 英语 这是日本的英语 留学日本京都大学 怪不得 你看看 京都大学出来 你还听出我这日本味的英语 你瞧瞧瞧 我这语感怎么样 非常好 虽然没听明白 但我知道它是日本英语 它是简称IMT2020 为什么呢 就是移动通信技术 十年一个周期 90年是2G的技术 2000年是3G的技术 2010年是4G的技术 本来应该2020年是5G 但是全世界等不及了 尤其是对美国人推上 美国人一再的发布报告 重大国家战略安全 不能落后什么的 那么就显示 这5G好像很重要 对吧 在各国争相上 在这个整个互联网的产业中 还有一个规律 叫达威多定律 这个达威多定律 谁签进来谁就吃掉50%的市场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刚说做了个5G网络 为什么争这东西 就是先进入的 它会在整个设备制造应用的尝试上 会走在前面 可能会占比较大的市场 所以我们已经进来了 您刚才我听您讲2020 你看2020很有意思 就是我觉得像不像命运的敲门声 叮咚叮咚 2020对吧 贝多芬那个年代命运的敲门声是 砰砰砰砰 对吧 现在你看电子时代是2020 真的 1010是计算机语言吗 2020 我是说啊 咱就跨进这个门口 可是我们这些人还是一无所知啊 所以我现在有几个愚昧的啊 就是道听途说的啊 有些是听张超阳说的 哈哈哈 真的 没没没 开玩笑 张超阳会后来都致歉了嘛 对吧 就是对于这么一个新的事物 我们至少应该多问一些问题 对 您比如说 我在欧洲的时候听了一耳朵 说这个5G这个玩意儿 没通过比利时的 这个什么辐射的环保标准 这说法有没有 这个国际上 就是它辐射利不利 其实辐射呢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 我们中国有中国的标准 中国的标准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 就是允许的最大辐射的这个幅度 远远的低于就移动通信的辐射的幅度 远远低于微波炉的辐射 这个我们国家是有控制的 这个当时张超阳说的那个观点呢 就是5G会带来巨大辐射呢 它原因就是5G的频率比较高 频率比较高的地方呢 会产生一种特特殊的电磁辐射的那种作用 就老百姓怎么能懂呢 就是说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产生伤害的这个东西 它不是光是这个能量一个地方决定的 它就是能量和动量两个的成绩 就像我们的电压 电的功率是由电流乘电压一样 它是两个的成绩 什么意思呢 我就简单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说那车能把人撞死吧 但是呢低速行驶 怠速行驶车是撞不死人的 就是说它有能量 但是它动量不够 它依然不会伤及你 那为什么5G呢 确实它能量增大 因为它频率高了 所以它的携载的信息的能力也在增加 但是它动量没那么高 因为5G视距传 它频率越高 它的那个绕色性能就越差 这就是波长跟频率的关系 知道吧 那么我们现在5G频率 老说频率特别高 就波长很短 波长短于障碍物的时候 它就绕不过去了 这就意味着5G为什么成本高 说你在楼这边建个基站 一遮挡那边没信号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也不需要很大的功率 能明白吧 因为它就把这一小块 把咱这院里覆盖就行了 院外边它就没信号了 这不是它就遮挡了 什么东西一挡 那以前广电的700兆的频率 一个城市一个电视台 可以让所有人都收到 当然它那就要比较大的功率 但是它频率比较低 它就它那个能量比较低 所以两个乘机呢 它有一个控制的餐量 不会造成那么大的 对人体的伤害 这讲的挺通俗的 说这个5G基站是 未来中国大地上是一个 怎么篮球场那么大 就会需要一个基站 就差那么高 只要有遮挡了 一个篮球场就有一个基站 那不好的 它有个原因就是在于 这遮挡物太多了 所以它就要频繁的建基站 而且5G这一次 而且不像4G 4G是在三建的基础上新建的 是那个增加模式当年改的 这次我听说5G是全部抹掉 重新再建 是这样 吴老师这个也是一个 社会关注的问题 这涉及到将来使用的费用 对啊对啊 就是5G呢 现在的运营商做的 都叫非独立组网 非独立组网呢 就是在原来4G基站的基础上 沿用一些4G可以使用的基础设施 在上面加一些5G的能力来做的 但是那个在5G的真正的几大特征上 它解决不了 比如说一毫秒的食言 它做不到 比如每平方公里 100万个接入的能力 它做不到 所以呢 真正要走到5G的应用 就要独立组网 我们叫SA 小波你谈谈你对5G时代到来的感受 它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 我觉得对 它那个那个运营商那句话挺对的 就是4G是改变生活 比如我们信息啊 服务啊 包括移动支付啊 5G是改变社会 怎么叫改变社会呢 它把它的速度是会大幅度增加 然后呢 比如物联网 你比如说汽车 自动驾驶汽车 你在4G环境下 是没办法完成的嘛 你只有在5G环境下 才能完成 你车子本身你要测试 因为你车子要开 你有道路路况 那么它需要 比如说一个自动驾驶汽车 它需要测枝 随时测枝 150米到200米之内的洞况 它能够产生反应 那就两个条件 第一 它要有即时的一个计算速度 那4G就算不过来 就要有更大 更大的计算能力 那5G能算 第二个问题是 这150米之内 你都得有基站 都得有环境 开着开着没有了 你没信号了 所以5G实际上是一个 整个改造一个社会 比如说还有远程医疗 比如手机公司 现在想的很多的 还是泛娱乐 泛娱乐 5G的我觉得会改变挺多 比如娱乐 比如视频 这只是一类 像手机 还有手机 这种终端制造商 还有比如说汽车 还有工厂 整个一个工厂环境下的 大数据处理能力 这个说的非常的 还有汽车 这个说到5G的根上了 它是改造社会 车联网 车联网 公元互联网 94年 凯文凯利写失控 我就拿着看他的书 他说未来会 每一个杀力 他讲的太极端 杀力和衣服里面 都会有一个传感器 但你怎么可能呢 一个传感器 6美金 10美金的稿 那现在就未来 5G的话 你应该就会这样 但是刚才 吴老师说了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应该了解 就是移动通行的技术 我们的研究表明 就是它的基数带 都是颠覆性的 就是一代 三代 五代 所以5G呢 就是要改变社会 就在这个地方 一代呢 就大哥大出现了 不用拽根线打电话了 无处不在打电话 创造一个全新的应用场景 最早就叫无线电话 无线电话 我们都用过 我们当年用过 因为你知道 我当年29岁的时候 在广东电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是个肥胖基因 你知道吗 就是其实我要不饿着 我就是个大胖子 他五天吃一顿饭 我那个时候 体重也168斤 有啊 然后呢 对啊 然后我一个大学同学 一个湖北人特瘦 他就整天跟我一块玩嘛 他走在马路上 他不愿意跟我走一块 用我那大哥大打电话 他说谁看 我都像你的马仔 一君讲讲 你对5G的理解 我觉得5G对我来讲 两个关键词嘛 刚才大家说的是 这个万物互联 另外一个关键词 就是没有这个食言 我最感兴趣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差 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上网 我盯了个东西 我已经开始很着急 没有耐心了 我恨不得第二天 他就给我 不是要说第二天 当天 就是下单 当天一定给我送来 但到5G的时候 他就更快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耐心 会越来越少 不是我要跟你见面 跟你说话 或者干嘛 就是你一定这个中间 没有任何距离感 这个东西我有点无法想象 一个没有食言的人际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符合 我们也做观众调查 就说聊5G 这个很多观众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需要文科生和理科生 共科生共同回答 就是说 我们还不够快吗 我们还需要那么快吗 当然 我给你讲个场景 刚才义军谈的这个场景 5G有一个应用的特征 叫高可靠低食言 能够做到一毫秒的实验 一毫秒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拿个针扎你的手 你感觉到疼痛 传递时间十毫秒 它比那个还快 天哪 快十倍 我的天哪 那它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理论上 它还是用在网络上 比如用在无人驾驶汽车的操控上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专家说 哎呀 这个无人驾驶汽车是一个乌托邦 你那个信号到云端 算一个算法 回来说你该刹车 还是该加速 早把人撞了几秒钟 那是错误的 因为5G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基站底下布局一个 分布式的这个云计算的中心 叫做我们叫做边缘服务器 移动边缘服务器 它会在离它最近的地方给指令 这个一个基站 如果覆盖两公里的路 它能看到这两公里上 所有的车在什么样的状态 哪个车出故障 让它就发出那个激光 激光波 让它告诫别的车让行等等 它这个时候 它只有这个车载终端 到基站之间的实验 空间接口之间 实验能做到一毫秒 那长了不行 它叫端边云 端边云 那么你刚才说 那个它会用在哪 我讲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今年年初上美国拉斯维加斯 看消费电子感 他就看到一个东西 他说他发现把那个智能眼镜 就跟那个头盔结偶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玩VR AR都要戴个头盔 你戴头盔就不能上马路 人以为你外星人 那么它那头盔干嘛呢 是每秒5000次的浮点运算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它要算 就这样它的那个速度还很慢 我们低于50毫秒 人就会感到晕眩 所以比如说VR的那种沉浸式的 我们点一个应用 我说我到看南极 我戴着头盔 我就不在这了 在南极里一看南极的天 南极的企鹅 南极的海报 当然这个时候它会卡顿 你知道吧 你比如我们一抬头 看成这灯了 我带过一种 不能超过15秒 不能超过15分钟 那么现在呢 美国人做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 那我把它那个计算 头盔里计算的那个能力 我放变成一个小笔记本电脑 放在女士的化妆包里 你可以背着 你可以放家里一个地儿 他们俩之间通信 如果这有5G覆盖 一毫秒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 食盐和卡顿 它等于下载到 下载到在地终端了 对 所以它当时 你讲非常对 这就是边缘的概念 就是边缘计算 最靠近的地方 这时候它就可以背这个计算器 它光带衣比谷歌还酷的眼镜 它就上街了 上街看到一个女孩 穿一个红衣服 夸个包 挺好看的 马上就知道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 不是 他如果眼睛在他身上停留 超过三秒钟 眼镜上的眼动仪就会感测到 你对他的衣服感兴趣 下单了 马上就形成一个这个女士 就你自己穿上这个衣服 什么效果的 一个三维图在你眼前晃晃晃晃 你一看我穿也不错 你一眨眼 他马上 给搜出来 哪卖 卖多少钱 你说这东西我可以要啊 再一眨眼 他就扫你的红膜 进行身份认证 等你回到家 东西就到家了 听着像做梦一样 以后多花钱呢 不是舵手足就变成蛙眼足了 不能随便眨眼了 小时候不是有一个童话故事 什么葫芦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摇一摇 然后你回家 走廊里堆满了你想要的东西 就很像小时候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毫秒实验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用在智能机器人的控制 远程的这种车辆 还远程诊断是吧 动手术 动手术 你不能几毫秒实验 这边操纵了 那边刀没下去什么的 都有 就是说遥控的 可以在万里之外 它操作手术刀 那边是机械手 今年国庆节前 一个重型机械展在北京开 柳宫就是远程操控了一个 在桂林啊 还是反正在广西的一个地方 一个挖掘机在那 非常精准的在那操作 在那施工 明一就可复制了 就是以后 就其实一个所见即所得 一个是经验的可复制 对 另外我觉得5G对区块链也是个很大的贡献 是吧 我刚才现在那个talking的话 他如果计算 像那个在在比特币的交易 他一秒钟大概现在就两千多 两千多多笔次吧 他那个可能就是十万笔 百万笔 吴老师太牛了 这个这个这个他居然能 吴老师 我跟您说 5G和区块链会相互赋能 首先呢 在5G之前我们做窄带物联网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就是达不到5G的能力 但是也要把一些物联 比如说井盖监控啊 不然那井盖一下大雨 把井盖弄跑了 小女孩走那 吊里边就说出事故 那监控 那也用了一些窄带 但是呢 都没有盈利模式 因为什么 你想一想 他就没有账本 对 区块链是超级账本嘛 而且分布式寄存储 分布式计算 而且他用智能合约自动执行 你说将来我们的这井盖 用了电信杆子的灯 用电什么的 你怎么谁去查电表 查水表 没有这样基础设施 那么你这物联网做半天 数以万亿级的节点连进来 你怎么收费呀 你怎么算谁对谁做了服务 所以呢 需要区块链做贡献 但是刚才吴老师 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 那么区块链 其实计账效率特别低 因为它分布式存储 它把一个账 不是存在一个服务器上 而是存在互联网上 每次送一个成千上万节点上 它会形成大规模的 并发通信的吞吐 这种能力 那么以前的通信做不到 所以它存一次很长时间 你讲非常对 但是5G 有一个 其实我们就把5G 应用长度讲了 一个是增强宽带的能力 一个是低食言能力 还有一个叫每平方公里100万个介入 这个能力是干嘛用的 这个我举个例子 我北京有一天晚上来几个半大小的飙车 在那二环路上 跑最快的跑了13分钟 人送外号二环13郎 对吧 自己也知道 但是呢 这个 你今天现在这时间 我们不用问 你跑13分钟 跑绝对跑不了 因为一根光铅的速度 和一个道路的速度 并不取决它有多宽 而取决有多少辆车 同时在这条路上 这就是统计复用系统 这个拥塞系统的控制问题 用随机服务 随机过程来控制的问题 北京长安街到天门广场前面 单向都六车道 它一定会堵车 晚上一辆车都没有 它是非均匀分布的 我博士论文就研究这个的 十三郎 十三郎 所以我就讲一个道理 你工业是流程化的 你比如钢铁企业 美国的阿肯色州 大和特种钢 用五万多个传感器 和高清摄像头 连了它的企业 这就是5G的一种典型应用 他说原来我80%的是蓝领 站在热和朝天的锅炉前 汗流浃背 戴着墨镜 在这工作 现在我的80%是白领 在大屏幕前 点着鼠标 喝着咖啡 像证券交易所的职工一样 而它人均产能 钢铁的厂的产能 是世界平均产能的三倍 就因为这样 有人跟我说 是中国的五倍 那么它就提高效率了 这样 那么你想 这个工业流程化的生产 还有一个化工企业 要投将近三百个亿 在福州做一个化工企业 他说我没有车间 都是管道 都是锅炉 我希望做无人工厂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腐蚀的 什么的 他希望做无人工厂 他希望盖在一个港口附近 当那个运游的油轮过来 把那个管道啪一接 这边进石油 那边就出塑料了 你想这种流程化 我们算它需要至少五万个传感器 做这些事 控制 无人化管理 那么你想 一旦一个地方卡壳出故障 它不是一个地方报警 它会形成连锁反应 大规模的并发通信 而5G有一种能力 你一万辆车 同时来到二环上 我让你不塞车 这就是这个能力 刚才讲到 就吴老师说 为什么他会拉动区块链发展 因为区块链最大痛点 就是记账效率特定 你以前的通信系统 它是这个序罐式的 它陆陆续续存 你这一存一笔账 几分钟过去了 它那个能做到 吕教授有一个挺著名的观点 我听着就跟那个琵琶字似的 挺玄的 他就是说啊 像咱们这个外行 都没闹清一G两G什么呢 但是他就说 一三五 从一G到五G 单数的一三五 都是革命性的变化 二四六呢 都是加强优化型的变化 我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革命 对 比如一代 他虽然像兜老师 那么牛 拿个大个大 但是那经常串音 你打着电话 别人声音还进来 没错 到二G就变成小巧灵活的终端了 用了数字编码 质量提供 但他还是解决 人跟人打语音电话 三G呢 他开创一种新的场景 说我拿这手机啊 不仅打电话 还要让你上网 我五G的批评的人很多 我跟你说 我听了以后 我太习惯了 因为三G的时候 比这批评五G的人多多